科兴的数据由三岁到十七岁都有 是第一和第二期的数据 其实在香港的专家委员等等都有看过 基本上三岁到十七岁的年龄层 他们产生抗体的浓度比成年人高 尤其是小学生那堆比中学生高 中学生又比成年人高 所以用一个叫做免疫桥接 其实应该推论他们的有效性 应该不会差得过成年人 应该比大人更好 当然你说500个数据不多 但我相信因为已经在成年人打了 应该过亿的了 所以他的安全性也是有一定的保证 免疫桥接研究引证数据 是不是取代到第三期的临床数据 绝对是 因为你自己想想到第二代第三代的疫苗 那时候他基本上他所需要的数据 其实这件事不是新的了 在很多以前的疫苗都是进行过 尤其是香港人可能都听过的肺炎链球菌 现在的第十三架或者之前的十架 其实都是承接着在第七架得到数据 然后再用免疫桥接 那个想法是怎样的呢 就是你当然要打一千二千 然后就看到他血里面 那个产生的抗体的浓度 不低于之前的疫苗 然后再把这个推断 它的有效性 但是安全性都会做的 当然 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市民的信任 还有大家要尊重对方的意见 完全没问题 所以我不是说要批科兴现在用 我说科兴可以去申请 申请完之后都要许教授 还有很多专家一起讨论 然后再投票才决定到 那我估计大部分学校早期都会做了这个 就是集体预约这一件事先 因为如果你要到校 一方面你要有一定的人数 第二你的场地 那这陆就开始其实都考试的了 那当然他28号之后才开始 那应该络络络都考完的了 但是因为你如果要那么多人 你的行程安排各样东西 都要做多一点点的 但是如果你说 现在开始就一批一批都这样做 那如果对接种中心近的人 的学校应该都可以的 我们现在就没正式去 就是说跟家长联络 那我们就是透过那些家教会的途径 都是一半一半 就是不同的人 可能有些说好好的方便一起来 那当然也有些人会觉得 都是有些忧虑 可不可以多些解说一下疫苗 那我觉得现在学校 书中的仍然都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就是尽量将打疫苗的好处 是的 因为大家都明白 这个对付这个病毒疫苗 真是一个很关键的方法 是的 但是同一时间都要给不同的 就是可能有的辅助给大家 有没有一些好像现在成年人打 有疫苗假期 这类学校会不会提供的呢 有学生就应该没有这一样东西 在我们一路收的教育局的通知里面 通常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一日不舒服 大部分学校都不用医生指的 那特别如果你告诉我们 你打完针之后 那我想大家学校都会很容易做到这个着情 没问题 是 不是 有很多的 이렇게 你要 sı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